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演习 担心的是中日钓鱼台纷争恶化 还有中共借此军事扩张的野心 那么面对中共军费扩增 尤其近来对周遭国家带来威胁 台湾国防部透露将会采购多架反潜直升机 太旧换新 因应台海防卫反潜作战需要 去年10月总统马英九亲自主持 P3C反潜机的接机典礼 在许12架反潜机到位后 将强化国军海上征搜战力 不过随着近来中共持续扩充军力 有消息传出中华民国国军 会再采购新的反潜直升机 因为我们现在反潜机 大概都已经使用超过20点 另外就是说我们目前面对中共 它的水下威胁不断地再增加 空中反潜又是很有效率的反潜方式 所以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规划的方向 东海局势升温 中共日前又向媒体放风声 表示2013年中共军舰至少增加了17艘 其中以南海舰队7艘为最多 而中共潜舰整体数量超过55艘 台湾接下来可能会继续采购 S拐动反潜机型反制 数量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 我们现在就是用S拐动机型 那未来是什么样的机型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 台湾军方之前已经透露 将争取加入美方环太平洋军演 接下来将持续争取军购预算 寻求美台军事更进一步合作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宗汉成真 台湾泰的报道 感谢观看